红孩儿凭什么能吊打孙悟空 开始我以为是孙悟空练及舒子关系 没跟红孩儿动真格的 后来我才发现猴子是真打不过呀 而且是被全方位的碾压 红孩儿又名圣银大王 他爹是牛魔王 他妈是铁扇公主 一魔一神 这二位生出的孩子本就不一般 属于稀有SSR级别 神魔混血体制 一出生便天赋神通 当然是有实力跟孙悟空PK的 至于为什么猴哥被全面碾压 第一点属性克制 红孩儿的三昧真火是世间奇毒 咱不是说猴哥扛不住火烧啊 因为那玩意儿根本不是火烧那么简单 三昧真火里面有剧毒 他那眼睛 猴哥身体扛得住 眼睛是真受不了 输了 第二点战斗策略 红孩儿这小鬼聪明的嘞 射下陷阱引诱孙悟空进入他的火圈 嘎嘎又是一顿烧 使得猴哥在战斗策略方面又输了 第三点心理因素 孙悟空与红孩儿交手三次 每次都是以失败告终 正面打不过计谋算不过 猴子被这小子整出心理因因啊 要不是最后请到观音菩萨出手相助 戏游记红孩儿这关根本过不了 这一结束可以说是孙悟空完败 同时也让猴哥明白了一个道理 认识几个天上的朋友 还是很有必要的